大家好,我是他道哥哥 今天这集中,你将会看到在英国王室内部 女王伊丽莎白是如何在法理情之间进行选择的 她做出了身为女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而也正是这样一种选择 让她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女王 君子为国,正其刚计,至其法度 1955年8月21日 玛格丽特公主在苏格兰刚刚过完自己25岁的生日 这意味着她终于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了 这也意味着她的心上人汤森德 也终于是时候返回英国和她相见了 而进度条则在这个时候告诉你 所有这一切,仅仅意味着故事刚刚开始罢了 在给自己的妹妹庆祝完生日以后 女王伊丽莎白和秘书迈克尔私底下开了个小会 女王让秘书抓紧办一下汤森德回国的事宜 毕竟妹妹现在达到年龄线了 不需要再经过女王的同意才能结婚了 迈克尔则一脸便秘的表情说道 这恐怕不妥吧 秘书说,两年前给您看的王室婚姻法为上部 它实际上还有下部 根据下部中的规定 玛格丽特公主虽然现在年满25周岁 但这仅仅只代表着她达到了 可以告知婚嫁人选的年龄 并不代表可以成婚 这之后还需经过国会上下两院的同意 然后再经过12个月才可以进行婚配 女王一听 哇靠,你这是在搞我 葵花宝典炼完了 你跟我说其实不用自公野性 你他妈早点干什么去了 殊不知 这其实是母后大人的一盘大棋 伊丽莎白王后的原计划 是想通过两年的时间 让玛格丽特和汤森德二人的感情自然冷却 然后顺理成章地分道扬镳 这样既保全了女王的威严 又给了这对小情侣一个台阶 可谁也不曾想 玛格丽特年纪轻轻 竟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这样一来 就把女王彻底坑惨了 迈克给操盘手前秘书汤米打了个电话 告知了现阶段事态的进展 汤米说 这事儿容我屡屡 现在确实不大好办 伊丽莎白曾答应过玛格丽特两年后的婚约 现在要是反悔 那必然导致姐妹二人不和 可她要是同意了这桩婚事 那就违反了教会的规定 而教会的领袖正是女王本人 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正所谓天子犯法与治恶民同罪 现在的女王可谓是骑虎难下 在一天的野外郊游中 玛格丽特兴高采烈的对姐姐说 此事已早不宜迟 我准备周一就发文 把我和汤森德的婚约招告天下 别担心 字数我会严格控制在140字以内 姐姐则说 妹妹别慌 这不是字数的问题 咱先等等 姐姐我现在有难处 跟你也没法细说 总之你信我 玛格丽特听罢当然是不高兴 毕竟已经被大伙联合起来 坑了两年了 现在这眼瞅 还有继续要坑下去的趋势 这哥谁谁也受不了啊 在此次的家庭野炊活动中 还有一处镜头引人深思 伊丽莎白的母亲 觉得菲利普对自己的孩子管得太宽 认为这都是菲利普太闲得过 得想办法给他找点事干才行 呵呵 人就是这样 看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就跟开了挂的白礼爽约一样 一瞅一个准 可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就选择性失明了 在家中 伊丽莎白对丈夫说 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就快开幕了 到时候你去澳大利亚 给他们捡个彩吧 菲利普一听 就知道这是遭人嫌弃了 于是表态自己不愿意去 他表示希望能够时刻 陪伴在老婆和孩子的身边 当一个好丈夫 奇了怪了 我记得上一集 他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此时首相安东尼也结束了 对埃及的访问 刚刚回国 前脚刚一下飞机 他就着急忙慌着 赶紧找到正在苏格兰度假的女王 向她汇报工作 在埃及访问期间 起初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 因为安东尼会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 这让埃及政府的官员们倍感亲切 直到一天晚上 埃及领导人纳塞尔率众人 身着军装出席了晚宴 纳塞尔对安东尼说 你们没人通知我说应该穿礼服 你们这样子搞让我现在很尴尬呀 安东尼一听 为了缓和一下现场哥尔嘎的气氛 便对纳塞尔说 如果我像您一样全身殊荣 那我肯定就会一直穿着军装 不愿意脱下来了 然而每个人对于玩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词语一出 纳塞尔炸了 为何 因为安东尼虽然现在是个病样子 但他年轻的时候 是个比丘吉尔更狠的狠人 他曾因在一战时期的英勇表现 被授予十字勋章 并且是当时英国军队里 最年轻的旅长 十年仅21岁 真要论荣誉 安东尼比纳塞尔多得多 所以在纳塞尔眼中 他认为安东尼这番话 是对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友谊羞辱 这你说找谁说理去 女王听罢 对安东尼说 这不巧了吗 不是 眼下我也正有一件事发愁 你给我拿拿主意 埃及的事 咱先放放 于是 他把玛格丽特的婚事 向安东尼说了一遍 然后表示 你说吧 我该怎么做 才能在紧紧知道部分事实的基础上 向我妹妹信守承诺 安东尼面露难色的说道 容我先去探探内阁的口风 咱再定夺吧 另一面 公主朝思暮想的心上人汤森德 终于回到了伦敦 别梦依稀 宙世川 雇元三十二年前 两年后 终于得见的二人 此刻紧紧的拥吻在一起 可惜的是 两人还没热乎几天 首相安东尼便给女王 带来了两条消息 别猜了 都是坏消息 一个是内阁方面 对这桩婚事 明确表态不予通过 另一个则是 如果玛格丽特 非汤森德不嫁 那只有一种方法 便是放弃王室偷衔和特权 自此当一名普通的路人家 没了法子的伊丽莎白 只得硬着头皮 找上妹妹和她说明情况 希望妹妹可以认认真真 仔仔细细的考虑一下 自己是否可以当一个普通人 一定要慎重选择 这就是我等普通人 所不能理解的地方了 当一个普通人 这很难吗 妹妹表示 你这是玩我 她警告姐姐 现在全国的报刊媒体 以及老百姓都同情我 正在进步的全社会 是我强有力的后盾 你给我等着 这是多么大的讽刺 一个不愿当普通人的人 现在却需要她口中广大的普通人 作为她在这场战役中的制胜手段 呵呵 接下来 玛格丽特大张旗鼓地招揽来了一大批记者 在闪光灯面前和汤森德激进甜蜜恩爱之事 通过舆论之口给王室和内阁施加压力 这阵势让见多识广的汤森德都不免感到些许不自在 在舞会上 上了年纪的汤森德 发现自己和这帮年轻人玩不到一块去 所以早早便离席旧情 和玛格丽特不同的是 汤森德十分清楚 他们二人此时真正在对抗的到底是什么 看过新闻之后的伊丽莎白 再次找来首相安东尼 试图继续给对方施加压力 他说道 当年温莎公爵放弃王位之时 自己的父亲曾找来他和玛格丽特 让他们以姐妹的名义启示 永远不要把任何人或任何事 看得比彼此更重要 千万不能跟温莎公爵学 现在这局面 你说吧 我该怎么做才能不违背当初向父亲发过的事 安东尼一听 只好说 内阁方面他会想办法说服他们 但是反对的除了内阁 还有教会 这个自己实在是搞不定啊 果不其然 英国人民擅长滑水和踢球 绝非浪得虚名 教会方面明确向女王表态 在任何情况下 教会都不允许 在原配偶仍然在世时 离婚之人再婚一世 您是谁啊 您是教会的领袖 信仰的保卫者 当初加冕一世时 您可是许家国誓言的 如此一来 女王似乎别无选择 被各方面拿得死死的 在家中 女王和菲利普也因此事 再度起了争执 菲利普说 这一次咱能不能不当女王 暂且忘掉自己身后的 那个狗屁马戏团 咱老老实实 暗生生的当一回姐姐 行吗 女王听吧 陷入了沉思 最终帮助女王下定决心 解决临门一角的关键人物 又是那个让人不省心的温莎公爵 温莎公爵扯淡的地方就在于 说起别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自己做的时候 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她在电话中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以前我没得选 现在我想做个好人 随后 女王叫来了玛格丽特 对她说明了自己的决定 嫁 请离开王室 分 则皆大欢喜 不想让自己心爱的女人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的汤森德 得知这一消息后 私自撰写了一份声明 她当着各大媒体的面 表示自己和玛格丽特公主决定放弃结婚 爱已走到尽头 腹水难收 所有人都从电视中看到了这一消息 彼此神情各异 这之后 每个人又再度回到了往常的日子 汤森德也再度回到了布鲁塞尔继续工作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 李平进了中等技术学校 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 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第一季 完